下了课之后呢 就不会再点 然后呢 在隔几天 突然想到了 有几个同学就会开始用功 然后在隔几天 又放弃了 直到上课 又来了 所以这个当然也可以看出 一个就是说 学习的曲线 当然不只是在教学上 你可以在很多地方上面用 也就是说以前 你要知道 别人点击的情况 什么时候点击 它可以分成month 也可以week 也可以date 也可以two hour 所以你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境 来去做分析 这个其实我觉得 是蛮好的工具 它底下还有提供什么 它用哪一种浏览器 它是在Windows 应该就是在电脑上 或者是enjoy 就是说是用手机 它在这边会有个讯息出来 然后好像还有地区吧 我记得好像他之前有提供一个地区的分析 这个好像现在没看到 OK 这个还蛮有帮助的 所以你们做完的东西 一目了然 花多少时间 其实花不了多少时间 成效好不好 我觉得还蛮好的 因为以往我要做完这件事情 必须要印纸本 印下去之后 你们要回收 回收之后我要key到e-sale key到e-sale之后 我要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可能隔几个礼拜之后 才会有结果 但是 现在你们帮我填完之后 那东西在哪里 编辑表单 有没有 这边就有个叫查看回应 那其实我怎么知道 你们填了多少 上面就有回复 瓜葫有个数字 那也就是说 有28位同学填写完了 一目了然 有没有 所以你打开之后 就可以知道 那我怎么知道你们填了什么 查看回应 这边就有了 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就会有那个 这一栏把它先隐藏起来 隐藏 好 因为那个有个知法 还是有机密性 所以把它先挡起来一下 好 那 我大概就可以知道 你们大概的学习需求了 所以所有东西呢 通通跑到 我的Google试算表 那你想说老师 可是Google试算表 我不熟啊 其实你用久了就很熟了 其实这里面说真的 也可以下公式 然后也可以 它长了其实跟你说 还蛮像的 用久了 因为我已经很熟了 那它的好处就是说 除了电脑上可以用 你手机一打开 看到画面跟这个一模一样 里面的资料一模一样 所以 如果你将来在外面 你要存取 这个东西 也没有问题 那我也常常用它来做什么 就是输入一些东西 比如说人家输入了 对不对 我会看到 你有填的资料 那我远端可以帮你处理一些东西 甚至做客户的订单 或者是做一些 什么什么资料的输入 远端它输入 我可以看到 另外甚至它有个功能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如果人家填写之后 它也会通知我 你想中好像在哪里呢 工具里面 它有个叫什么 通知规则 这个还蛮好用的 比如说有人填写 那我怎么知道 立即用email通知我 要把它储存 所以有人填写 他就mail给我 那我mail就知道 有人填的资料了 所以做问卷很方便 人家填了马上 一个表格就知道说填了 那如果说对方需要你回应的话 比如他问的问题 客服好了 你可以马上用电话 或者是用email方式回应他 这感觉不是很好 那会花什么钱吗 没有 一毛钱都没花到 所以你懂得应用的话 这个我觉得对工作上 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它毕竟还是云端 可是怎么变成esale 很简单 档案下载esale 你想说老师 可是我云端不熟 你可不可以把我变成esale档 再打开来 可以啊 很简单 档案里面有个下载 按下去 它就会从云端上下载下来了 你再把它开起来 它就可以在esale里面做处理了 所以之前有同学很聪明 他说老师你这个教得很方便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团购都靠这个东西 因为以前要团购的时候 你说要团 然后怎么办 他说我们就制作一个QR Code 要团的自己就在那边扫一下 自己就点点点点点 马上资料就收到 对不对